整体而言我们在近期重点强调 比如说海外市场主要还是考虑CPI的数据 相对的表现不错 所以说海外市场是高歌猛进 我们的A5市场亮亮呛呛的 就是固守在3000点的上方 或者是在3020点附近是一个来回震荡 我们在近期重点强调 目前其实就是一个区间震荡 那么这个区间震荡不管考不考验3000点 那么在历史上国家队在3000点的位置 真金白银买进去了 对不对 所以说在目前来讲 我们其实要看看的是什么 先看护身300 因为护身300里面的权重是谁 是酿酒的一哥 对吧 近期酿酒一哥 持续形成一个下行 已经达了1555块钱一股了 对不对 还记得我们在近期重点强调 历史上这次是第八次 接近于这个1550附近 那么会不会产生一些重磅的利好消息 他的个股上的公司 我们要持续关注一下 也就是市场的核心点是什么 到达3000点 要看资金国家队 这是其二 要看护身300 其三 要看贵州茅台 就茅台一哥 我跟大家说一下 所以说目前整个市场 其实不是在于指数在这个位置跌不跌破 而是在这个位置 他的预期值是什么 这是第一大点 第二大点 其实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 整体在下周三6月19号 陆家嘴会议 那么好 在昨天其实涨幅榜拒前的 都是关于陆家嘴会议相关性的 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 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推动世界经济 对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今天其实证券板块相应的表现不错 目前涨幅第四 我们在近期多次强调过 有可能关于证券板块有利好消息 就是在这个会议 在昨天从消息面上 我们看到瑞银对于兼并重组这块 他也有预期了 所以说在回想到之前 瑞银的首席分析师地产的 然后直接看好我们的中国地产 然后地产板块形成一个上行 所以说就是昨天的第一个上行的 就是大金融板块里面的银行证券保险 尤其证券 我强调过 这第一个利好 第二个其实是什么 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 对不对 好昨天我们看到继续的科特沽 形成一个连续的一个上行 这是在昨天涨幅榜靠前的 那么昨天跌幅榜靠前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 第一个我们看到是什么 房地产板块相对的表现比较弱势 是在昨天高开之后下跌 那为什么高开 就是央行设立了一个3000亿的 这么一个保障基金 然后高开了 好同时我们又看到 酿酒形成一个下跌 那么这个下跌 其实代表了什么 都是消费 对不对 一个是食品饮料的消费 酿酒为主的 另外一个什么 我们看到房地产的一个 投资里面的消费 好 这里面都相关于什么数据 就在今天收完盘之后 公布的涉容数据 一定要关注一下 一个是跌幅靠前的 是反映数据 另外一个涨幅靠前的 是反映于政策的预期 所以说吧 综合而言啊 这个位置 我认为3000点不3000点 保卫战不保卫战 就看护身300 同时我们要看机会点在哪儿 现在炒作的还是政策预期 就这个意思